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连献中建筑师邀请了太原设计的五书园建筑师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景观设计 我记得在我们的唐代诗人王伟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读作幽黄里 弹琴复长笑 森林人不知 明月才来相照 于是我就发现 在那样的朝代里头 其实人是很注重我们跟环境地景的关系 想想看吧 所有的周围的竹林中风微微的吹 有一个其实很想写诗着你 然后你发现环境是与你共荣共存的 因为他们让住了一个很好的空间 让你可以移情亚信 我常在想景观它能够做得多好 我们的空间的亚量能有多大 那就告诉我们 我们心就可以因此与天地等高同宽了 所以今天谈这个景观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我们把它放在台南这个单元在做思考 是因为我们知道林中风建筑师 他其实在台南生活的非常的久 那我想请问您 你去在台南我们谈这个景观的设计 在这个台南城市的意义应该怎么样去论述它呢 在我们再讲应该有我的观点来看 我不会讲所谓的景观设计 因为设计它带有一些人为的刻意在里面 我会用景观营造这个字眼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字创得很好 就是我们是用营造 早期我们没有什么建筑这个字眼 这是来自于西方的 我们一般都是用营造法式 所以我们常常讲营造空间 营造氛围 营造什么 那我们景观也是要我们营造 那要讲景观营造之前 我们要先问自己 我们要形塑什么样的台南 了解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风貌变成记忆 对对对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形塑什么样的台南 那呈现的就是我们现在我在窗口看到的 都是一样 对对对对 这是是我实在很不能理解 我们常常用台南是台湾的京都 台南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 对对 那这种东西我是觉得 我坦白讲就是说 我是觉得很不以为然的 对对 因为台南就是台南 那我们要营造台南氛围 我们从这个出发点 然后呢 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要营造什么样的景观 我了解你的意思 你基本上讲说 京都固然它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可是我们在台南 当我们实践做台南的地景的营造的时候 我们要营造的是我们台南的台南 所以应该找到一个属于我们台南 我觉得共事的价值感 它才有可能 今天在景观的营造中 在台南它是可以变成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图腾跟指标 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 比方说日本人他不一定会喜欢京都 但是他会喜欢我们台南 了解 为什么 因为台南有他台南的独特的生活氛围 我了解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对 我最近都认识一个日本人 不过他住在东京 他就是因为觉得东京对他来讲 有一点毛骨悚然 但是他来到台湾 他觉得他很游览式的 然后放下了架子 然后跟紧绷感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散步在台南的时候 其实感觉虽然非常非常舒适愉快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景观的一个营造上 其实有很多人很多的误解 说也不过景观就是种种花呀 植植草之类的 把它看得好像也许跟原意很像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苏原建筑师 请问你景观跟原意有什么不同吗 事实上应该这样讲 我们重新来解释一下景观这件事情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城市的气质跟美学 了解 那刚才有在提到说 其实我们不要用设计什么东西来定义事件 事实上以京都或台南 我想讲的是 它应该有个别的一个空间 诗意跟哲学 是 没错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学习每个别的城市 所以所谓景观事实上 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气质 那这就是一个城市比较重要的一个面向 那景观跟原意有什么不同 我想讲的事实上原意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今天我给你一个小空间 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平台 让你去种一些花草树木 这个就比较像原意嘛 就是说我们来选一些物种 然后把这个小小的田地 把它种的绿意盎然 或者是做一些绿化 那这个就是原意 但是景观这件事情 它包含非常非常广 它包含了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元素 它的街道 它的开放空间 它的公园 它的建筑 它的人 事实上都是这个景观 这个landscape里面的所有的事件 所以以英文来定义来讲 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景观 对 那原意是Huriculture 事实上我在英国工作这么久 他们从来不会把它搞混事 因为Huriculture 也不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 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专业 那landscape architecture 是在观察这个城市的气质 我们要怎么帮它塑造 属于它非常非常特别的 那个空间的诗学跟哲学 这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来到台南 我们绝对不会把它认为是伦敦嘛 你去到伦敦 你也绝对不会认为 它是个纽约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城市 他们的基本形式都是有的 比如说仍然它有海的公园 纽约有中央公园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环境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景 跟城市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您看到说 您看到一个城市 可以一个景观 做一个城市的印象的时候 那个景观如何营造它成这样 是这个城市人 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自己定义 这个很要紧 对不对 就像我们台南有中山公园 在此我想要呼吁一下 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中山公园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要回头 审视中山公园的下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记得林瑞明老师 我们台南非常非常让我尊敬的一个诗人 林老师他曾经写过一首诗给叶迪 他给叶迪的时候呢 他的经验是当叶迪这位文学家走了 他每次走到中山公园 他会回想起来 当时中山公园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 那个景观是和人散步的时候 然后听所有的禅声 在整个中山公园响起 然后他讲一句话说 现在是一个很预热的天气里头 我走在中山公园的布景中 看着那样的老树跟禅声 我依然感知我们仍然二人同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邀请 就是说景观如果你做对了 你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时空 每一个时代人 他都是一个邀请 因为你进入到这个城市 你会感到骄傲 那我想这也是您今天在谈到说 其实景观的本身 他最大的不同是跟园艺有所不一样 那如果以一个台南来说 您觉得对他的景观 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事实上我觉得 对于台南景观 大概有几个想法 就是刚才有提到中山公园 我讲一个小故事 你知道那个英国的皇家植物园 他其中的一个庭院的设计师 跟台南的中山公园 是同一个人 一百多年前 因为我之前有被受邀担任 那个台南公园 百年论坛的羽坛人 刚好那个日本的造园家也来了 他跟我们讲这个小故事 刚好我在英国生活了七年 我常常去这个皇家植物园看 我觉得人家怎么会把 这个公园维持得这么漂亮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跟他 有一样的历史 一样的造园家 但是后来残存的那个环境 我觉得就是 同样给你一本书 但是写出不同的气质 是这样吗 应该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持它 了解 因为已经是同样历史的东西 但是人家已经完好如初 但是我们有点非常破败的一个中山公园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好好去加油 去把这个中山公园 其实它这么好的景观的地景 变成台南的标识符号 应该是这样 恰恰我也在伦敦 但我没有待七年 我待两个月而已 但是在仁敦我会很有明显的感受到 所谓的和谐性这件事情 了解 那这个和谐性是在台南 目前我是认为应该要去被重视的 因为城市的建筑本身也是景观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营造那个和谐性 我觉得从这一点先开始吧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感觉 我蛮喜欢军度的一种颜料叫西子库 西子库里面它有一种的颜料叫 物语物语它的文案是京都下着雨的黄昏街道 你知道那个颜色本来是100%的black黑色 当它下着雨的黄昏的时候 所有黑色退让到85% 也就因为家民故它有一种谦虚 就是说那个谦虚的位置是为了要和谐 你不要那么张狂 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的景观 如果假设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跟想象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个前提 大家懂不懂得在这个和谐的主下图林建筑师所谈的 然后把一个气质做展现 我觉得台南我对他有信心 台南人他一直都是比较内韵的 比较谦虚的比较客气的 所以就如同刚刚我们苏原建筑师所讲的 如果今天景观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城市的气质 台南有能力写这种空间的诗学 只要是我们在对这个景观中 我觉得我们去了解他更多的和谐性 跟他整个跟环境对景的一个美好的对话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只要把很多让人不舒服的 特立独行的东西的元素拿下来 台南的景观应该有他自己营造的可能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听听我们两位建筑师 来对我们整个景观做一个非常好的分享 感谢观看